黑锦丽在现场仔细搜查 不管是棚内外的遮阳帆布 舞台的四周 甚至是车子的底下 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因为有人在网路上扬言 要在凯达格兰大道放炸弹 今天在凯道要举办游行 是由前立委黄国昌 以及馆长陈志涵 号召民众参加公平正义 救台湾的活动 包含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以及柯文哲等人都会参加 却有人匿名po文 扬言要到现场放炸弹 警方获报在中午十六点 加派专人进行第二次的场检 全程监控活动现场 目前没有发现可疑状况 至于到底是谁在网路上 发表恐吓言论 目前警方已经着手侦办 以上是文言总共的消息